在垂帘听证节目当中,通过隋立娟教授对慈禧人性的分析,我们可以看到,慈禧一定要做男人世界里的主宰。 那么,要做这个主宰就意味着他必须由幕后走向前台,开始他的垂帘听证。 听证对于慈禧来说是对他执政能力的最大挑战。 这虽然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,但是面对大清王朝,千疮百孔的政策,纷繁复杂的朝政,内忧外患的军事,他不知如何制作。 中国的事故需要他来摆,那么从何开始呢? 面对盘根错节的政势势力,此起能将整顿措施推行下去吗? 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,将为您精彩讲述,百家讲坛大律师的语言,慈禧第七集,整治励志。 清朝的励志,到嘉庆道光以后,应该说是江河日下。 励志的腐败,脉官欲决的程度,令当事人和我们今天在翻阅这些历史的人,都感觉到,令我们感觉到触目惊心。 什么东西在官场上都可以用钱来买得,什么龌龊的事情在官场上都能够见到。 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过,肃顺曾经处理过一次科考案,在顺天府的这一次科考案当中,居然出现了什么样的稀奇的事情呢? 一个喜欢唱精细的这样的一个人,叫平龄,平时不学无术,什么书都不读,居然在科举考试的相识当中,高中第七名,顺天府的第七名,等到大家查到的时候才发现,是找人替考。 而其中参加科举考试的还有一位,居然错了三百多处,本不应该他有什么名位,但是就是用花钱的方式,就把已经被录取的人的名额从上面拿了下来,把他又添上去。 所以在整个清朝就像这样的事情,那应该说是比比皆是,脉官欲决到处都有。 所以当慈禧措手他的纷繁复杂政务的时候,他就开始要从他的励志入手。 慈禧要整吃励志,但是不知从何下来,在他日理万机的处理朝政的时候,他清楚地认识到,大清王朝所呈现江河制下,虚弱不堪的形势,绝非一人所知。 而历晚大清帝国,也绝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。 眼下摆在慈禧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,官吏的贪污腐败会流成风。 慈禧认识,贪污受贿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顾及和毒瘤。 不对此痛压整吃,它将面临更大的组治危机。 慈禧要抓典型,必须由此入手。 那么,是谁第一个撞在慈禧整吃励志的枪口上呢? 先锋十一年,慈禧开始听证,也就是公元的一八六一年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慈禧就开始整吃励志。 整吃励志,那总得有一件事情要开头,第一个撞向枪口的,那就是兵部侍郎庆英。 兵部侍郎庆英啊,在做侍郎的时候,他挪用了公款。 挪用公款以后呢,就被查出来了。 查出来就要处置他。 按律,他是应该被罢职的,要被免官的。 可是这个时期呢,慈禧刚刚执政,整个朝野上下的励志还不是非常的严格。 所以,兵部商议的过程当中,把庆英挪用公款这个事情,做了一个处置,给他向下降了两级。 这个庆英啊,心里就非常的不服气。 因为挪用公款不仅是兵部,其他的各个部是比比皆是,只不过他是活该倒霉就被抓到了。 所以呢,他就想,什么办法能够免去他自己这个被免去两级的这个处分呢? 因为免去两级意味着,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坎坷。 下次能不能再升到兵部侍郎这个职位就不知道。 另外呢,庆英的自己的心想也被降低了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,这个庆英就想,什么方法能改变一下呢? 于是他突然想到了,这也是当时官场惯用的。 他说谁能帮我说一句话呢? 这个时候啊,有一个人在慈禧面前是最有面子的。 那就是公亲王一新这个时候的义政王。 他想花点钱吧,摆摆路吧,如果能让一新给自己说点好话,是不是也能解决问题? 于是呢,就在一个夜黑天高的一个晚上,怀里揣着两包银子,然后就来到了义政王府。 这一天呢,一心很累,刚从军机处,天黑的时候回到家里,刚刚坐下,就听到门人汇报了,来禀报了,说这个兵部侍郎庆英求见。 他一听说庆英来求见呢,他就知道,可能会和庆英被免掉这两级有关系。 但是他要看一看他究竟做什么。 庆英进来之后,行过礼,就开始和义政王之间说点别的闲杂的事情,不切主题。 这个一心就有点着急,就问他,有什么事情没有? 这个时候,他就解开了衣服,从兜里掏出了,怀里掏出了两大包银子,就放在了一心的桌子上。 一心就问他了,拿银子干嘛? 他以为一心不知道他的来意,于是就从拉里拉撒的话题当中,就直接切到主题了。 就说了,说我呢,因为挪用了公款,找出了一些理由,很不得已的办法。 所以呢,现在呢,要给我处分免去两级,求公亲王能够在太后面前,给我说一说,格外开恩一下。 这个一心呢,见到这个庆英来访,就本身已经很反感。 见他拿出银子来之后呢,公亲王不缺这个,这两包银两堆是一种羞辱。 但是又觉得呢,兵部侍郎,毕竟是一个侍郎,还应该有一个面子。 所以他就竭力地劝说他,说你啊,免去你两级,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 说你就不要再强求了。 这个庆英跪在地上就不起来,一再强求。 这公亲王本来脾气就不大好,一看到像赖皮狗一样,他跪在地上还不动。 于是这一心呢,用手就拍在了桌子上,马上就骂他。 说已经给你格外开恩了,免去两级,你还在这里赖着不走,赶快给我滚出去。 这个庆英啊,一看一心,着急了,然后赶快地灰溜溜地跑了。 第二天早晨,被两个太后召见的时候,一心就把这两大包银子就拿去了。 拿去之后就给慈禧和慈安两个太后看,并且叙说了整个庆英向他贿赂的过程。 慈禧正想抓励志,一看到庆英如此的在这里公开贿赂亲王,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典型,马上抓庆英。 庆英原来是免去两级,这回是开取一切公职,隔去了他所有的职务。 这个庆英啊,应该说是偷计不成反十米,而且呢,一下子撞到了慈禧要整齿励志的枪口上了。 慈禧借助兵部侍郎庆英女士,惩治了大批贪污受贵的官员。 但是,针对慈禧的整齿励志,隋立娟教授认为,清朝时期的贪污受贵,卖官欲绝,他不是一个时期的整齿励志所能解决的。 慈禧要想从根治上解决,那是很难的。 除此之外,慈禧还看到,从太平天国兴起开始,战争就连年不断。 当今之时,举国用兵,可是,清朝的文武官员每每出师,不是逢杖必败,就是无功而放。 主要原因,就是文武官员的贪生怕死,临阵逃脱。 可是,临阵逃脱在这个时期,比比皆是,上到封疆大吏,下到府县官员。 给谁制作,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呢? 除了惩治贪污受贿,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,也是慈禧必须抓的。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? 就是,文官爱财,武官怕死。 文官爱财,刚才我们说了,贪污受贿,武官怕死,这就是王朝的一个致命事。 我们都知道,一个王朝的军队是捍卫这个王朝政权的最主要的一个根基。 一旦这个根基的武将怕死,那么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严重。 当时整个清朝,官员怕死到达什么程度呢? 无论是大的都府,还是小的县官,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之下,除了逃成的,就是不去赴任的。 所以事情,这样的事情,比比皆是。 如果不把这个赌职,卸职的这些官员严惩一下,惩戒一下,镇压太平天国,并且取得全部的成功,对于慈禧来说,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。 因为逢障必败。 那也得抓典型啊。 这个时候又谁送到他的枪口上,抓到了典型呢? 这个人物大。 慈禧抓大人物,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原因的。 咸丰的时候,太平天国兴起也打了白仗,总打白仗,咸丰也处理过。 但是咸丰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? 是抓小放大,因为他本身就跑了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,他就把烂摊子留给疑心了。 他也是五根不静的就跑到热河去了,他没有任何的榜样作用。 所以他一般情况下是抓小放大,抓一些典型的小的,把大的官员就放掉了。 慈禧觉得这样做,没有警示作用。 你要想警示作用,乱世必须用重点。 所以慈禧决定,必须抓大的,抓大放小。 他抓哪一个大呢? 两江总督一品大员,大不大,他就抓他。 两江总督是谁呢? 是何贵清。 他怎么被抓了呢? 我们先从何贵清这个人给大家说起。 何贵清啊,是云南的昆宁人。 他呢,道光的时候呢,中了进士以后,一路向上,做官做得非常的顺利。 最后呢,做到浙江巡抚,两江总督。 两江总督为什么就重要呢? 因为两江总督啊,可以在这个时期称之为封江大吏了。 可是就是这个大员,贪生怕死到什么程度呢? 有一件事情。 在咸丰末年的时候,太平军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 这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出击当时清军的江南大营。 这个江南大营是怎么回事呢? 江南大营啊,是太平军从广西起兵以后,一路顺着长江而下,到达南京。 当时清朝军队啊,就屡打败仗,一直没有能够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,就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。 所以当洪秀全带着太平军到达天津的时候,清军就跟随到了这里。 于是呢,沿着长江一线,就驻扎了两个清军的大营。 一个叫做江北大营,一个叫做江南大营。 那么咸丰末年这一次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之下呢, 就一下子把江南大营给摧毁了。 江南大营摧毁了,遇事着整个的清军在这里,像老虎钳子一样,紧紧钳置着天津的军事力量,就被破坏掉了。 作为两江总督何贵清,那必须应该率先去去支援,而且必须守住江南大营。 这个军事地位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 何贵清当时在哪呢? 在长州,正在长州筹集军饷。 长州离天津多近呢,已经相当近了,可是坐视着江南大营被摧毁,而且呢不去派救兵。 这个时候呢,太平军也没有饶过他,顺路就来到了长州。 来到长州就开始攻打长州。 何贵清作为当时的两江总督一品大员,既不守城也不安排。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,先把他的老父亲和两个小妾赶快偷偷地送回了通州。 然后呢,把长州城就给锁住了。 在城里呢,贴上了告示,告诉大家,所有老百姓不许出城。 然后他又不抵抗,老百姓就知道何贵清要从长州逃了。 如果何贵清一从长州逃了的话,太平经进来,那么长州里边的这些富户,啊,富户就肯定会受到太平天国的冲击。 所以这些绅士们就带着很多很多的礼物,就一起来到了何贵清的这个大营。 跪在原门前,请求何贵清不要逃离长州。 何贵清生气啊,这么多人在原门前跪着,他走不走啊,太平军打得正紧呢? 这个时候何贵清就急了,那种兽性啊,就完全暴露出来了。 他命令手下开枪,向所有的跪在原门前的士绅们开枪。 当时就打死19人,伤了数十人。 然后何贵清落荒而逃,长州被攻陷了。 长州被攻陷之后,他一路跑,就跑到苏州去了。 苏州是江苏巡抚所在地,可是呢,江苏巡抚特别的生气,把苏州城门紧闭,不让他进去。 于是何贵清就逃到了上海。 逃到上海的时候,当时的江苏巡抚就一指奏撞,就打到了这个这个咸丰那里去了。 咸丰当时呢,还没有从这个这个北京逃呢,于是呢,就准备处置何贵清。 可是何贵清逃到上海去了,正要处置的时候呢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。 要处置何贵清的临阵脱逃,这个咸丰呢,也从北京临阵脱逃了。 就跑到这个热河去了。 所以呢,何贵清这一案呢,就不了了之的被押了一年。 这一次,慈禧准备整齿立志,大家公推祭旗的这个人物,那就是何贵清。 听说了何贵清这件事情之后,慈禧严格命令必须把何贵清从上海押来。 何贵清被押到北京之后,没想到呢,他就撞到枪口上了。 他撞到谁的枪口上了呢? 刑部审判他的官员,叫做余光绰。 这个余光绰呀,就是一个常州人。 想一想,父老乡亲19人被他杀了,余光绰欲心非常之气愤。 所以,他在审判何贵清的时候,按律,官员逃跑按律,是应该处斩的。 这个处斩呢,是拟定死罪,秋后斩首。 这个余光绰就觉着,凭着何贵清杀死士绅19人,秋后斩太宽容了,必须应该斩立决。 所以,他的判词是斩立决。 此起斩立决一品大员何贵清,这对于他的整治励志来说,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措施。 然而,面对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,使本已定罪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。 来自于各方的说客,竭力为何贵清开脱。 这些人,有的是私交密切,有的是兔子无威,有的是不明是非,有的是见风使鹿。 一时间,围绕是否诛杀何贵清,掀起了一股黄标。 摆在慈禧面前的,到底是杀还是不杀? 慈禧最后力排众议,坚决要杀。 慈禧听证以后,处置贪官受贿的兵户侍郎庆英,又杀了玩乎职守的一品大人何贵清。 整治了励志,使刚技为之素的。 那么,接下来,慈禧又要做什么呢? 第二项措施,就是严格的考察官员,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。 同志元年,正好是清朝这个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, 这个年份是对于官员进行考核的年份。 对于官员的考核呀,我们今天有,自古以来都有。 官员怎么样的升迁,什么样的官员是好官,什么样的官员是坏官, 什么样的好官应该被大家共同的奉执为榜样, 什么样的坏官要被惩治,让大家都得到警醒。 有一整套的官员的考核的方式和方法。 清朝入官以后呢,就模仿着明朝的官员考核的制度。 三年进行一次,在京的官员呢,叫做京察, 在地方的官员呢,叫做大忌。 同志元年这一年,正好是官员的考核年。 慈禧觉着,整治立治,就应该从考核,严格考核这一项来入手。 这个考核怎么考核呢? 京官考核大概分成这样的两个部分。 第一个部分呢,是京官当中的三品以下。 它的考核程序归立部,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我们现在的国家人事部和督察院管。 每一级官员把自己三年里做的事情, 写一个书面材料, 然后呢,上交, 一级一级的考核, 一级一级的给你画成等。 好的,就给你升迁, 不好的,就给你免职, 再不好的,就给你罢官, 让你就直接提前退休。 这是三品以下。 那么三品以上的官员, 包括巡抚和总督这一机呢, 就直接归慈禧进行考核。 首先让他们把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情, 也用文件的形式如实沉奏。 沉奏之后呢, 又义政王组织大家, 共同的把事件重新罗列好核实, 然后由慈禧进行一一核实。 因为大家知道, 三品以上的官员, 包括巡抚和总督, 这一级官员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官职了。 如果慈禧不亲手过问的话, 他不放心, 亲自过问。 大忌是什么呢? 大忌是对地方官员的。 巡抚和都督已经被, 和总督已经被中央考核完了, 剩下的就是辅道县这一级官员了。 那么到这一级官员的时候呢, 他们是层层上报。 现一级官员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, 上报到这个府, 府呢在准备好了之后, 再往上上报, 最后核实到立部, 鞭钉成侧。 慈禧这一次不走过场。 清朝的时候, 从康熙以后走过场。 走过场走到什么程度呢? 比如说我是一个支县, 我做的政绩不太好, 但是我还想大计过关, 怎么办呢? 我把我的材料伪造一些。 所以在整个清朝呢, 像这样的层层的虚拥故事的事情就非常的多, 慈禧不再走过场。 严格官员考察。 慈禧严格官员考核, 不走过场。 这是慈禧整齿立志的又一项重大措施。 在慈禧立志之前, 雍正帝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整齿立志。 据清世宗实陆计划, 为了整齿立志, 雍正曾大批撤换官吏, 部分满汉文谱, 凡寻情之官与贪者同罪。 凡贪之官, 一经查出, 急令追赔, 定于罢处。 人死后, 如果没有留下资产, 仍需令其子孙赔补, 呼求易追到你。 应该说, 雍正朝是清除立志最为成功的朝代。 到了慈禧执政时期, 慈禧也采取了许多措施。 那么, 慈禧考察官员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? 他采取了三个措施。 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呢? 两宫太后亲自掌握奖场大权。 慈禧都真的了。 从巡抚总督到三批以上的官员, 他亲自过问。 义政王把材料组织好了之后, 他一个一个过问, 一个一个召见和引见来核实。 核实之后, 根据这个政绩, 给予非常严格的考核。 这是他的第一个措施。 第二个措施呢, 在考核的原则上, 以这个官员的名声和政绩为主。 比如说政绩突出的, 一定给予破格提拔。 不好的, 资望再高, 即使是满足轻贵, 也一定勒令他提前退休。 那么这个时期当中, 应该说慈禧真的破格提拔了很多人。 几个比较典型的人呢, 他就破格的提拔了大学士潘祖因。 潘祖因呢, 是咸丰二年的探华。 应该说这个人是科具才华的。 科具考试考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, 是要做汉里院做编修的。 他就入得了汉里院做编修, 才夸出众。 而且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, 耿介正直。 慈禧听政以后呢, 他就鼓励所有的官员上书, 直接沉言, 沉言对于时政进行沉言, 潘祖因毫无晦计沉言。 沉言什么呢? 第一个, 皇帝应该勤政。 第二个, 皇帝应该求人才。 大家都知道, 治国是很难的, 但是治国当中最难的就是求人才。 能够真正的运用人才,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, 所以应该求人才。 治国还应该干什么呢? 整军务。 国家内忧外患, 军事如此之庞杂, 如果军务这样的混乱下去的话, 那内忧外患的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 他还提出一个建议, 遇仓储, 国家的粮仓应该复述起来, 以备后用。 所以呢, 潘祖英的直言, 让慈禧感觉到了他是一个可用之才。 而且, 他的上书, 条条是理, 条条说的, 都执重实证的要害。 所以慈禧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夺得的人才。 那么怎么才能够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呢? 在这一次经查考核当中, 当时的光禄四清, 雷一简, 虚音故事, 做事不认真, 慈禧把他拿下, 勒令他退休, 把这个位置就提拔给了, 就直接任命给了潘祖英。 所以这是一个破格的提拔, 让他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位置上。 这是我们说他的第二个措施。 第三个措施应该说,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。 不分满汉官员, 讲诚分明。 怎么不分满汉官员对于慈禧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呢? 清朝入官以后, 大家都知道的是, 满人和汉人的地位是不一样的。 满人入得官以后呢, 清朝政府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, 怎么样的能够在占据少数的满族的这样的一个统治过程当中, 在满人被汉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过程当中, 能够使清王朝非常稳固的保持着一种优势。 这是他们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。 那么为了能够保持这种优势, 他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, 其中有一项措施一直在坚持, 就是重用满人轻视汉人。 我们给大家提到过, 在六部等等很多重要的国家的机构当中, 满汉两个官员同时出现, 而且以满人为主。 比如说户部, 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过, 宿舜是满尚书, 而周祖培就是汉尚书, 而以宿舜为主。 所以满汉相应。 但是呢, 如此优扬的对于满人的一种国家政策, 其实并没有给整个的清朝的发展带来令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种效果。 满人辱德官之后, 满人可以不做事, 不用经商, 不用做, 不用务农, 国家发工资。 那么把这个满人悠扬起来之后, 在东北时期的圣武的精神, 衰退了。 比如说这个时期, 他们本来可以从事劳动的勤劳的品质, 由于不用做活就可以天上掉馅饼, 就可以吃饭, 他们衰退了。 没有了, 优扬起来了。 于是巴奇, 无论从政治素质上, 文化素质上, 还是军事素质上, 整体大滑坡。 让康熙感觉到警觉的是, 在镇压三藩的时候, 他本以为可以作为一种军事仪仗的巴奇, 镇压三藩的时候, 溃不成军, 不得不起用绿营军。 所以这对于整个清王朝来说是一个警示, 但是满人已经悠养惯了, 你突然不给他工资, 他也是不干的, 所以国家就一直背着这样一个包袱, 但是也奈何不得。 到了先锋朝的时候, 连肃顺都看出来了, 满人是不得力的。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情况, 对于肃顺来说, 他看的是很清楚的, 慈禧也一样看得清楚, 但是他不敢做出一种先例, 就是大刀阔斧地去重用汉人, 他不敢的, 因为毕竟王朝的制度是有一个传承的, 是有组织的, 他只能在一些方面, 对于汉人应该有所鼓励, 对于慈禧来说, 他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, 满人的整体素质下降, 而汉人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, 都比满人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水准,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, 他就不能不顾及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发展石头, 于是在他整齿励志的过程当中, 他在满汉制度上做出一个调整, 就是满人要讲, 汉人也讲, 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, 这个时期呢, 他曾经整齿励志的过程当中, 奖励了一大批,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当中, 那些死掉的将士, 在奖励这些人当中, 他奖励汉人, 也奖励满人, 也就是满汉统奖。 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, 满汉统奖, 无疑是给自己的听政投了一枚炸弹, 因为, 此前清朝历代的皇帝, 对于汉族官员, 尤其是汉元统军大帅, 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。 但, 慈禧明白, 面对日日威胁大清江山的太平天国, 一日不除, 慈禧的统治就一日不得安宁。 但是, 环氏左右, 那些满族官员, 不是妄自尊大, 就是温庸无能。 面对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, 慈禧该怎样选择呢? 对待慈禧的这一选择, 隋力娟教授,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? 当他在整齿励志的过程当中, 他越来越觉得, 汉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 于是, 他就开始大批气用汉族官员了。 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举措。 应该说, 慈禧在这个时期的胆识, 包括他的分析问题的能力, 是超出一半的。 因为大家知道, 他是一个作为满族这样的一个太后在这执政, 而且满族人自己相信满族人, 而这个是大批启用汉人, 他就要冒一定风险的, 至少是前边的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, 冒什么风险呢? 慈禧知道, 从顺治朝开始, 顺治康熙乃至于雍正乾隆, 乾隆各个几个朝代, 大的王朝当中, 即使是用汉人, 文官也把他放在一些辅助的位置上, 绝不把重要的位置给他。 比如说军机处当中的, 到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当中的主要官员一定是满人。 比如说还有一些重要的官员, 内务府大臣, 李帆院大臣, 李帆院就是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, 一定是满人, 汉人是沾不上的, 这是在文职官员上, 在武职官员上, 是绝不把重要的武将的职位给汉人的, 绝不给的, 即使是给你, 也要给你牵制的。 比如大家知道, 康熙朝, 雍正朝, 乾隆朝, 西部战争的事情非常的多, 无论是康熙, 雍正和乾隆都不敢大力的启用汉人, 到雍正的时候他启用过汉人, 比如启用过年庚瑶, 年庚瑶是雍正的奴仆, 是自己的奴才, 但是当他, 羽翼丰满的时候, 他一样把你铲除, 对于刚刚听证的慈禧来说, 他面临的事情, 有两个挑战, 一个挑战就是, 太平天国迟迟的镇压不下去, 太平天国迟迟的镇压不下去, 朝廷的军事就一日不能够解决, 牵扯的事情就非常之多, 那么呢,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, 朝廷当中可用之臣越来越少, 没有可用之臣, 没有可用之臣可供他调用, 如果冒险用汉人, 那又是违反组制, 于是他在太平天国和重用汉人这两件事情上开始权衡, 权衡的结果, 此起还是聪明的, 他意识到了, 太平天国是他的心腹之患, 他必须得把他镇压下去, 如果不镇压下去的话, 他的王朝命运都有可能是危险的, 那远比启用汉人的危险是更大的, 他宁肯冒险重用汉人, 他要镇压太平天国, 于是重用汉人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个人, 就这个时期的曾国藩, 从一个屡屡受压的境地之下, 就脱颖而出了, 此起衡量了全天下, 能够和太平天国作战的, 他知道非曾国藩部署, 在他听证的不长的时间里, 他就给曾国藩以重用, 重用他什么呢? 钦差大臣, 钦差大臣让他截至江苏, 浙江, 安徽, 江西, 四省的军务, 而且这四省以下的巡抚, 提振, 所有的官员归他统一调配, 所以曾国藩这个时期应该说, 是清朝有史以来, 汉族官员坐的位置最高的一个官员, 那正好是得益于慈禧的信任, 那么曾国藩的为了能够更好的镇压太平天国, 又建议了一部分汉人继续做整个长江以南的巡抚, 慈禧一一任命, 比如说这个时期建议左宗棠为浙江巡抚, 郑元善河南巡抚, 李旭怡安徽巡抚, 严树森湖北巡抚, 沈宝珍江西巡抚, 李鸿章江苏巡抚, 刘长佑广西巡抚, 毛鸿滨湖南巡抚, 一任命完了之后, 朝野哗然啊, 这些满人满族的官员吓坏了, 整个长江以南全是汉人了, 而且巡抚总督全是汉人了, 这个时候呢又都和乡军有关系, 所以朝野哗然, 大家都说了, 两宫太后走得起走得太险了, 慈禧也担心, 他真的是冒险走了一个险棋, 那么慈禧这一个险棋能否获得成功, 他冒险有多大的把握, 有没有能够回报呢, 慈禧能够控制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吗, 请看下集, 压制一新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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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